謝謝主席 我們是不是可以請龍部長 龍部長請 村委員早安 龍部長早 龍部長 這隻是什麼 我要把眼鏡拿起來仔細看 好看一下 那好像是一個打氣筒 打氣筒嘛 那這一朵是什麼 那不是香蕉嗎 是香蕉嗎 對不起 是太陽花 今天打氣筒上面有一朵太陽花 部長你會覺得很嚴重嗎 其實那天事情發生之後 我們文化部尤其是主辦的 一發私的同仁最大的感受是很傷心 因為他們為了那一天那麼重要的事情做了一年的努力 很傷心 對 那我覺得可能我們一發私的都沒有學行銷耶 都沒有學行銷 基本上他應該感動 為什麼 因為現在大概台灣有五成以上的人都知道我們國家藝術表演中心已經正式掛牌成立 因為行銷有很多種方式 它也是一種行銷 今天我們看到從4月7號 這一朵太陽花在打氣筒出現之後 我們看到從4月7號到4月8號 不論是平面媒體還是電子媒體 我們所看到出現的次數是非常的多 甚至大家都知道打氣筒出現太陽花就是在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成立掛牌的儀式當中 這不就是行銷嗎 怎麼會是傷心呢 我如果是我們的同仁 我一定會覺得 能夠把議題 確切地跟社會現在所關注的焦點結合在一起 那才是新聞啊 那怎麼會我們文化部居然早上落成典禮之後 在下午馬上發了一個簡訊給新聞媒體 你知道內容是什麼嗎 我知道 我給你看一下 這裡面內容文化部回應如下 有關經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成立大會中 有打氣筒被放上小黃花 請問什麼叫小黃花 什麼叫小黃花 今天小黃花代表的是什麼 部長代表是什麼 有打氣筒被放上小黃花 小黃花是什麼 其實就是太陽花嘛 那為什麼不直接講太陽花呢 對我覺得同仁應該是直接講太陽花 為什麼要講小黃花呢 沒有必要 你今天是把太陽花當成洪水猛獸嗎 沒有我剛說了 其實完全沒有必要 就是同仁大概他因為 我剛說那天發生的時候 大家其實都很傷心 因為表演藝術中心最重要的 那個意涵不見了 部長你剛剛的報告我非常清楚的 我也覺得在表演藝術當中 我也覺得在表演藝術當中我們是要給大家加油 不論是什麼方式 那我要試問如果是今天一個道具上面有一朵太陽花 今天就惹得大家覺得很傷心的話 那請問未來試試我們所有的活動 絕對不能出現太陽花 是不是 陳委員這個不是重點 因為如果沒有發生這個小插起的話 您今天的質詢很可能是非常專注的對於我們表演中心 對於國家發展的重要發言 而不是在討論一個打氣筒 錯了 所以他模糊了焦點 部長 從今天的質疑就已經呈現出來了 不會是模糊焦點 今天你從剛剛到現在 我講國家表演藝術中心 我講了幾次 我講了幾次 今天從4月7號這樣子的一個事件出來之後 請問在平面媒體甚至在網路新聞當中被討論了幾次 在電子媒體當中被討論了幾次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這幾個字 在這一段時間 我相信它是最夯的 可能是我們文化部所有的團體裡面最夯的 如果今天沒有這樣子的小插曲 可能國家表演藝術中心 今天的成立就是一個小火花而已 完全大家不會討論 大家也不會去關注 因為現在大家關注的焦點 是太陽花學運 那我們可不可以來彈表藝術中心呢 所以部長 其實我們必須講的 今天表演藝術就是要行銷 對不對 不是自己關起門來在談表演藝術 所以我們今天必須講 從行銷到表演藝術 怎麼把南北串連在一起 這是我們表演藝術的精神啊 但是我們今天必須講 我們擔心未來是不是 我們的文化部會把太陽花 這麼極具意義的這一個花朵 變成是一個洪水猛獸 是不是我們所擔心的 而且文化部最好笑 文化部在這個簡訊當中還說 該活動是委外辦理 承辦單位對於因輸出 造成活動失交表示歉意 其實今天在這個簡訊當中 還有媒體記者去問到 我們文化部的相關人員 我們文化部相關人員還講了一點 我覺得很好笑 他說這是委外承辦單位的疏失 該單位已經為活動失交致歉 是否對承辦單位求償 活動檢討時依合約處理 目前無法回應 那我要請問 我們合約裡面 是有說絕對不能出現太陽花嗎 絕對不能用其他的方式 來Push我們的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嗎 有這樣的說法嗎 否則為什麼我們的文化部的官員 會說是否對承辦單位求償 活動檢討時依合約處理 請問我們的合約怎麼處理 我們合約怎麼處理 陳委員 這件事情還沒有結案 因為委外執行了之後 他會有一個報告給我們同仁 然後我們同仁會驗收 所以這還是一個進行中的過程 是 合約怎麼處理 我現在問你說 就是你說的在進行當中 最後還有一個檢討報告嘛 那我要試問 你的檢討報告 要用什麼樣的合約精神來處理它 你是認為說 他這樣子已經有到了五路公署 還是有到了五路元首 到底是怎麼樣的程度 陳委員我說還在進行中的意思就是沒有辦法回答您的問題 怎麼會沒辦法回答 因為還在處理中 怎麼會在處理中 你怎麼處理呀 處理中的意涵是什麼 處理就是同仁還要看驗收啊 驗收什麼 任何一個活動 還有核銷 還有核銷 驗收成果 核銷 部長你這麼一說就知道 這是公務員的必行必行的任務 部長你這麼說就知道你很外行 今天活動辦完之後的檢討報告當然有核銷 可是你說在處理當中不能報告 這就是外行的說法 我聽不懂 基本上今天你的承辦人員在整個活動的檢討 你說要依合約 合約的內容裡面就寫得非常清楚嘛 那我現在是問你未來可以以合約哪一條來處理 是你文化部的官員有這麼說法 所以我問 我問說是以哪一條合約 合約裡面是白紙黑字吧 那 合約是白紙黑字吧 你裡面有哪一條可以來處理這件事情 我們要不要等我們結束了之後 給您提給您做一個說明 合約早就簽訂了什麼 教授結束呢 您要不要在我們結案之後給您一個說明 部長 不要講這麼外行的話啦 不要講這麼外行的話 今天合約裡面很清楚是你們的同仁說要依合約來處理 那我現在問你合約白紙黑字裡面寫得非常清楚 請問哪一條可以來處理 陳委員抱歉 我們今天並沒有把合約帶來 因為不知道您會問這樣的問題 感覺不舒服嗎 是因為讓馬英九感覺不舒服 所以我們要依合約處理 馬總統我相信不是那麼小氣的人 我也認為他不是那麼小氣的 所以那個問題不是問題 就是文化部矯網過正囉 要不然怎麼會早上活動下午趕快發一個簡訊 來做成金跟切割呢 然後承辦單位也趕快來切割說這個是臨時工 跟我們沒有關係 部長 沒這麼嚴重 我今天會講這個 沒這麼嚴重 一個打氣筒上面放一朵太陽花 沒這麼嚴重 今天是我們文化部你剛說的簡訊 我們只是很遺憾他失焦了 他使得我們表演藝術中心失焦 否則您今天的質詢應該是在討論 表演藝術中心 部長我已經跟你說了要表演藝術一定要學行銷 一定要學行銷 今天光我剛剛所講的 你自己算看看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我講了幾次 但是您沒有提出任何一個問題 這不是行銷嗎 我問題好多 只是部長沒有正面回答 只是部長沒有正面回答 今天每一個問題我相信 如果今天連表演藝術中心在第一個時間在4月7號的一個活動 我們都可以把它這麼放大 而且這麼不尊重一個行銷的策略的話 其實我覺得非常可惜啦 謝謝您 非常可惜啦 因為我們對於表演藝術中心我們有期待 如果表演藝術中心自己是關起門來 然後我覺得照本宣科 八股的一個行銷方式那是錯的 而且 部長 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你也會覺得有任何奇怪嗎 有任何奇怪嗎 這個畫面 陳委員 您這個問題是關於表演藝術中心嗎 這不是在表演藝術中心裡面發生的嗎 那我不知道您的問題是什麼 這不是在表演藝術中心發生的嗎 對 請問您的問題是什麼 是不是 我是問你這個畫面有很奇怪嗎 我看不出什麼奇怪 沒有嘛 對啊 就是沒有任何奇怪 請問您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沒有任何奇怪 所以在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發生 然後呢 讓我們的國家表演藝術中心 他可以在短時間這短短的兩天之內 被閱覽的人數那麼的多 這是我們應該慶幸為我們國家表演藝術中心 一開張 給了一個大紅包 但是他使得一個立法委員 不對表演藝術中心 提出任何實質的問題 部長 這就是他造成的效果 怎麼會是效果 今天國家表演藝術中心 陳委員時間到 對於我們的未來發展 我相信我們都有很大的期待 但是我們更害怕的是 文化部居然會因為一朵太陽花 而讓太陽花變成猛水猛獸 是未來我們表演藝術 所有表演藝術者都不能用太陽花 去做話題 去做他們的一個主導嗎 難道不行嗎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要把他趕下來嗎 這才是我今天要講的表演藝術的重點 請尊重 尊重兩個字非常重要 如果銀河文化部都不知道尊重 陳委員請尊重委員會 那請問 尊重 表演藝術中心的一個前程 我們要怎麼做 謝謝陳廷衛委員 謝謝陳廷衛委員 下一位我們有請陳碧涵委員諮詢 謝謝陳廷衛委員 請問